大家好 我是安爺 我們的粉絲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我們 他是說他們去了皇后鎮森林去體驗露營車 那露營的環境其實非常的優美 那希望說小安爺大俠客也可以到此一遊 OK 我們聽到你的心聲了 今天特別跟安嫂我們來到聯邦租車 我們租一台車 我們就要前往金山的皇后鎮森林 那皇后鎮森林其實還有兩個地方 我們的粉絲他是去山峽 那金山也有 那因為想說金山附近有一些景點 所以說我們特別選了 金山的皇后鎮森林去那邊露營體驗一下 然後順便把金山萬里的一些好風景 再分享給大家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Let's go 或贏一次最開心的時候 我們就舒壓 哇 生農火虎的阿 那這種酷白袋子的話 還有分長提帶跟短提帶 然後會給像這樣的模板 然後這個刷子上面沾飲料 這樣用敲的有敲在中間 這樣的話會像後面那一排的白色袋子 喔好 那模板的話動植物都有 有很多種圖案 那像這種有圖案的袋子的話 我們就會給你水彩筆 就是在上面上壓顆粒顏料 做完的話會像旁邊架上的袋子 嗯好 那北電有兩種圖案 就是用色弦筆在上面上色 碰到水都會溢打開 筆記本有分小筆記跟大筆記 就是在封面蓋章的筆記設計 然後裡面都是當全部空白的 就這些可以做選擇 我跟安嫂啊 我們還是決定來做杯墊好了 因為我們家裡袋子還蠻多的 那杯墊的話我覺得還蠻有特色的 那就是選兩個圖案 他就兩個圖案可以選 那我們剛好兩張票 所以一人可以選一個圖案 那待會做法就是很簡單啊 就是自由發揮啦 因為他這個筆是油性筆 所以說你就選擇你喜歡的顏色 直接塗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囉 OK 那我們就開始動手做囉 你要哪一個啊 你畫這一個我畫這一個 那這個給你 一人一個 我們做完體驗呢 那真的很感謝安嫂的巧手 讓安爺的作品變得更生動 更好看更活潑 我老婆真的很有才華 超讚的 那我們做完體驗之後呢 我們待會就要去樓上的光殼吧 去喝個咖啡 那在大家進園的時候啊 其實會先購買門票 那他這個門票會一張是一百塊 所以兩個人就兩百 那這個門票的部分是可以去光合法 可以抵消費的喔 那如果說來這邊的話 記得做完手作之後 可以去樓上喝個咖啡放鬆一下 再補充一下 這兩張不只是門票而已喔 他還是明信片喔 所以說門票試完之後 這張明信片你可以寄給你的親友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在金山皇后鎮的喜悅 那也可以邀請他們一起來這邊旅遊喔 超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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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金山黃厚鎮森林露營的話 不只只有住露營車喔 如果說你想要開車來 然後在營區旁邊自己搭帳篷 也是OK沒有問題的 在我的左手邊這邊有個營地 你可以自己開車來 然後搭自己的帳篷 然後就跟家人住在裡面 然後享受一家人的歡樂時光 那大家可能會想 那洗東西啊 還是說上廁所這樣方不方便呢 我跟你講超級方便的 就在營地的正對面 它就有一個可以洗涤的地方 裡面可以有親子的廁所空間 然後也可以洗手 然後也可以洗衣服 待會帶大家去看一下 歡迎回到小安爺大俠客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到金山皇后鎮森林 沒有錯今天我們就來金山 我們就來這邊當土霸王 來這邊戰地為王 你看我們家的門口寫上我們的名字 所以這個露營區這個營地就是我們家囉 今天安爺要帶大家來看一下露營車 到底裡面是長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環境 那就跟著我走吧 你看我們的露營在這裡 來金山皇后鎮森林 真的是一腳露營就可以入住 如果說你也想要體驗露營的生活的話 來這邊絕對是沒有錯的喔 可以住豪華的露營車 然後又有舒適的環境 那這邊就是我們晚上要在這邊吃飯的地方 OK那就跟著安爺來介紹一下這邊的環境喔 這邊園區啊非常的貼心 有提供電燈晚上在這邊吃飯 也不擔心會覺得這邊很暗 然後如果是夏天來的話呢 這邊還有風扇 風扇打開就非常的涼爽 因為這邊是山區嘛 說真的不太需要冷氣 那裡面是有冷氣的 但是外面的話有風扇真的覺得就夠了 那如果說來這邊吃飯的話呢 沒有帶餐具怎麼辦 因為我們倡導嘛 一咖啡就是可以入住啦 那沒有餐具怎麼辦 別擔心 園區都幫你準備好了 你看這邊有滿滿的餐具 滿滿的餐具 而且你在使用前啊 園區也很貼心 你可以先使用這邊的清潔用品 然後可以再把餐具給洗一洗 然後再來使用 那洗完的餐具要放哪裡呢 它有提供一個非常非常貼心的 製物欄 它有提供一個非常貼心的製物欄 你看這個製物欄 它是鏤空的 而且它裡面有拉鍊喔 所以說你的洗好的餐具啊 就可以放裡面通風 然後晾乾 然後可以防蚊蟲 OK 講那麼多 口渴的話怎麼辦呢 你看這邊有冰箱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吧 這邊有免費的飲料跟礦泉水 都是可以免費來使用的喔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煮泡麵啊 還是想要泡茶的話呢 這邊有過濾的三泉水 那你可以拿水壺 然後來裝三泉水 然後再把它煮沸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這樣是不是很棒呢 這邊就是我們晚上要開箱的露營車 OK 我們先賣個關子 待會再開箱給大家看 我們先帶大家去看一個神秘的部分 這個地方呢 只有金山皇后聖神女才有 三峽可是沒有的喔 那就跟著你走吧 有沒有看到這個 天然可以泡澡的地方呢 這個池子真的超大的 如果說要來這邊泡溫泉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穿泳衣 然後或者是要圍結 因為這邊 哇 超通風的 所以說在這邊泡澡 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舒服 你會感受到跟大自然融合一體 那泡完澡之後呢 它旁邊有個躺椅看起來也很棒 我們先躺看看 看舒不舒服 Oh What 不錯耶 哇 真的很舒服 如果泡溫泉躺這邊 我跟你講絕對會睡著 好 哇 開了車 有點累 先躺一下好了 先休息一下 現在來到今天的中頭戲 我們來開箱 我們晚上要住的地方喔 裡面呢是不能穿鞋子的 所以說鞋子要放哪裡呢 園區非常的貼心 我們可以把鞋子收納在這邊 你看 手忙腳亂了 終於把門打開了 OK 那就跟著安爺進來看看吧 歡迎光臨來到小安爺大俠客營區 這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那管家非常的貼心 進來的時候的話 已經先把冷氣給打開了 所以進來其實是非常的涼爽 非常的舒服 那進來的話你會看到說 這邊有兩人沙發椅 坐在這邊 其實是非常的舒服 你看他座位很寬敞 超大的 所以兩個人在這邊啊 看看電視啊 然後安爺在那邊 我們聊聊天啊 位置其實是非常的寬敞 那這邊有提供餅乾啊 跟帽子 這都是可以讓我們帶走的喔 你看是不是很讚呢 那這邊有電視 然後又有那個電話 如果說在住的過程啊 如果說想要聯絡管家的話 你只要拿起電話 按9就可以聯絡到管家囉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晚上睡的地方 來試試看這個床的柔軟度 這個床還蠻軟蠻舒服的 嗯 坐下來整個就陷下來 不知道是我太胖還怎麼樣 那我覺得還蠻舒服的啊 如果睡一晚的話 其實蠻享受的 而且光線非常的充足 你可以看到戶外 就是風和日曆啊 然後就是說在這邊 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氛圍 那如果說又想要保有個人隱私的話呢 它還有窗簾 可以把窗簾拉上 然後外面就看不到裡面喔 你看這邊 是不是很讚呢 住在露營區啊 大家一定會很關心 在這邊怎麼洗澡怎麼灌洗 那安爺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邊是淋浴間 可以大家來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抽風馬達 所以讓這邊的空氣其實還算蠻舒服 蠻有在流動 然後而且露營車裡面居然有免治馬桶 我跟你講真的是超讚超貼心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然後這邊淋浴的空間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兩個人在這邊洗澡也是蠻舒服的 一個人的話那當然更是寬敞 那它這邊是電熱器 所以說在洗澡的話呢 如果說你一直洗一直洗 可能洗 maybe 二三十分鐘之後 它可能會熱水 熱度會稍微有點下降 所以說水可以先不要開那麼大 因為它不是走天然瓦斯 它是走電熱器 那這點的話大家在洗澡的時間上 可能要特別的留意一下下 今天這支影片先跟大家介紹 露營區的環境 然後還有露營車房內的設施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會跟大家介紹 素食者來露營的話 晚餐跟早餐會是什麼好料呢 OK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敬請期待 掰掰 和清今日分享 面前日的螃蟻 歡迎我們在提示 別人的 disponが 非常像精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